每次去山姆超市都会买好多牛排 今天准备做正式牛排饭 也算是比较简单快速的美食 牛排两面都撒上黑胡椒和海盐 涂抹均匀 腌制大约30分钟 准备好煎牛排三煎套 带皮大蒜 迷迭香 黄油 料汁是一勺味淋 三勺寿细烧汁 少许黑胡椒 平底锅烧热 倒入橄榄油 牛排一面煎大约两分钟 记得去年年初我煎牛排还是手忙脚乱的状态 现在已经比较熟练了 煎好的牛排用锡纸包上 让它自己待个10分钟 我刚刚煎好牛排的油汁炒洋葱 倒入调好的料汁 洋葱熟了就可以 温泉蛋一定要用可生食鸡蛋 700毫升水煮开后关火 倒入300毫升凉水 放入鸡蛋 盖锅盖焖15分钟 再放入凉水中泡着 牛肉切条 肉质的色泽还是很不错的 先把洋葱料汁浇在米饭上一些 码上牛排 放上我这颗不算太完美的温泉蛋 牛排肉质鲜嫩 米饭混合着牛肉和洋葱的香气 咸香适中 现在越来越爱上 在家享受美食的时刻了 喜欢我们的鸡视频 记得转发评论节奏哦 我们下期视频见